大家好,我是Blackmagic Design中国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吴珊瑚。 在本期视频中,我将为您讲解DivintrySoft键盘自定义的作用和使用方法。 您可以查看可用的键盘快捷键,也可以根据您的工作习惯为每个功能设置自定义的键盘快捷键。 让我们看看如何操作。 选择菜单DivintrySoft键盘自定义,打开键盘自定义面板。 在此面板右上角点击,打开下拉菜单,从中选择各种模式的键盘快捷方式预设,包括DivintrySoft模式和其他非线性剪辑软件的模仿方式。 DivintrySoft能够涵盖大部分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常用功能,因此大部分快捷键映射都会以您所熟悉的方式一一对应。 当然,您也可以直接使用DivintrySoft的默认键盘快捷方式。 您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任何键盘快捷方式。 面板下方的命令列表中,按层集列出了每个快捷方式对应的菜单命令位置。 您可以在这里对每个命令单独进行快捷方式重新映射。 在本次演示中,我们将为从音频创建字幕功能创建一个快捷键方式。 在按键列表下方输入字幕H,点击保存。 现在,我们通过H键就可以快速打开从音频创建字幕功能。 您可以选择以指派,查看以指派的命令及其对应的快捷方式。 也可以在搜索框中按组搜索想要的命令,以便筛查相应命令既定的快捷方式。 或者为某些命令重新自定义快捷方式。 在本次演示中,我们搜索在媒体池中查找片段功能所指派的快捷键,将原快捷方式进行更改。 如果要查看某些按键对应的命令,您可以在本面板上部的软件盘中依次点击相应按键或组合键。 当前选中按键对应的功能会显示在面板下方的可用的快捷键列表中,以便您对其进行快速更改。 浅灰色键代表已经指派的快捷键,深灰色键代表还未指派。 DeventrySoft在键盘自定义的选项菜单中,还为您提供了键盘映射创建和管理。 将设置好的键盘快捷方式映射另存为新预设。 更改名称,选择OK。 您也可以将刚才的预设导出,保存为TXT文件,或者导入预设,删除预设。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更好地帮助您使用键盘自定义功能。 如需更多资讯,请访问我们的官网。 blackmagicdesign.com